时候,唐勇诗自曝自己因为早年拍剧化妆太多不懂护理,把皮肤弄得敏感,前几年调理皮肤状态好转,如今每个月收入花一半在脸上,出道多年的唐勇诗,形象正面,恋情只有两段,目前回复单身生活,原本只是做配角的她,这几年不断努力,终于抓住出演女主角机会,凭借积累多年经验获得事后殊荣,明星保养可不是普通人想象的, 毕竟要保持上镜容貌身材都保持最佳状态,特别是女明星们,内地女星马苏曾经开玩笑说,自己收入大半都投入打波尿酸保持容颜上,虽然是玩笑话,马苏的保养功力可不是一般,在电视剧《你月传》中与年轻男演员饰演母子,可是马苏让网友看起来就像姐姐一般,若不是装扮上刻意成熟,真的看不出有母亲的味道, 范冰冰在自己三十多岁在五妹娘传奇饰演入宫前的十多岁的五妹娘,网友看到都评价说,粉嫩的掐出水来,小编只能说跟范冰冰平时的保养离不开,稍微关注过范冰冰微博的网友都知道,范冰冰是个面膜达人,只要空闲时间,都可以随时随地敷面膜,就连男朋友李晨都表示,在家的话永远都看到范冰冰在敷面膜, 台湾美容大王大F,曾经因为其极致的美容手段,受到粉丝的追捧,大F不仅有一颗爱美的心,还有坚定的行动力,严格在日常要求,自己的每一个细节,自曝自己是个称职一人,赚得大半薪酬都花在外形保养上,与内地富山汪小菲闪婚后生下两个孩子, 大F时不时因为身材变臃肿被媒体攻击,下定决心大F制定瘦身计划急速瘦身,与孩子同流台湾时候放出的照片,大F